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有时候 我觉得你脸里有一点点苦相 是我的感觉吗 因为没有 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乐观的人 是吗 真的我很乐观 但是黄岛既然你说你是个乐观的人 我想问问你一种导演的心理 我过去听何平也讲过 说这个电影是非常残酷的 电影界非常残酷 你比如说这一部片子 你这个票房 你现在不知道这个片子的票房会如何 如果这个不好或者如果好 是不是会特别大的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状态 尤其是导演 要是你拍一部电影不卖 那么下一部片开不开的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 要是连续两三部电影不卖 你可以离开这个圈 很惨的 我的天哪 如果真是要是三部电影不卖 基本上就淘汰 会 投资的人不关心好不好 他关心卖不卖 对 这个是一定 这是生意 但是我就老实说 很多在商业社会下 不像香港这种多年商业社会下 很简单的问题 在咱们大陆就不那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的很多争论 当然和平讲 越骂中国电影好像还越繁荣 但是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 一方面讲 前几部大片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说 说这些导演不能再这么胡闹了 对吧 你别看现在有过亿的票房 但是你老这么胡闹下去 你的下一部就没票房了 可是我看到的还不是 好像是越骂烂 票房还越高 其实我的观点是这样 就是说电影 大陆 大陆电影现在其实是刚开始 好才刚开始 还不是什么到了已经没有路 走了走到头了 不是 现在我觉得中国电影到七八百亿 票房指日可待 对 只要院线的建设跟得上 你想美国的2010的票房 是100多亿美元 美元 它的人口比我们还小多了 但是它的银幕 没有它是这样算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的票房数 跟美国是一样的 它大概一百一桌 99个亿美元的总票房全年 但是它是4万块银幕 我们是五千多块银幕 它是将近五万块银幕 我们是五千多块银幕 创造大概是十个多 十五个亿的美元的票房 那你这么一算呢 我们的按银幕基数比美国高 你明白 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要是有五万块银幕 那我们可能就不是一百亿美元了 我们就是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年总票房 所以你要这么算 就是什么东西呢 你一算你就算出来了 但是说这个电影 当然谁都想卖 但是这个卖有什么秘诀吗 你怎么有什么招就能卖呢 你卖就是你拍观众喜欢看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简单 他娱乐的东西 他们就进来看了 但是你看中国近年来有一种现象 有一些电影之外的因素导致他很卖 比方说大cast 就是引人注意的这些弯 这些凑到一起了 哪怕弄得很烂 比如一个喜剧片 看下来我们不好笑 不好笑 但是呢因为这个导演很有名 因为这个宣传很会宣传 所以最后导致他也很卖 那么这个投资人认不认呢 我觉得你比如说吧 我知道你比如说 你咱们举例子像三枪 是吧 你们这片子大家反应很不好 是吧 那呢 为什么他反应不好 我觉得有一前提是张艺谋导演 如果我们说把他换成一个年轻导演 不会说他不好 说哎呀这年轻人太有才了 是吧 而且他这么年轻又没有名 他能把这么多明星都号召过来 啊能够编这么搞笑一故事 呀又一下进了议员俱乐部了 那是他一下成英雄了 他问题是他都能号召来 他也不可能不是张艺谋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对吧那不一定 因为人家台湾的那个那个 这次拍的大笑江湖 也把什么一帮人都小沈阳 什么赵本山都忽悠 那去拍大大笑叫 也不是忽悠啊 大家请去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演员接戏 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道理 就是什么呢 除了啊 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把 首先把一点说 我喜欢这剧本 实际上我说哇 我喜欢这导演 我觉得这都是一半的真话 不是全部真话 就是全部的真话 就是哎 他们给我们的那个钱是合适 片酬是合适 但是啊 你比如我作为一个观众啊 我还真的是就是说 我总认为在香港 甚至包括在好莱坞 我认为问题较为简单 就是其实我跟人民群众 从来都一条心呢 就是比如在香港票房很高的电影 我去看 我确实觉得好 你们哪哪怕说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很俗吧 哪怕你说好莱坞 变形金刚 票房那么高 我觉得好啊 很好看啊 确实很好看 但是好像这个 为什么在大陆确实有些大片 票房很高 我去看 我觉得没有那么好 这个你你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我在大陆真的不太熟 应该香港会做人了 所以很多很多这个大陆的很卖 这个电影到香港配方也是一般 对啊 所以可能观众的香港的观众跟你一样 你认为是文化性的 文化性 可能大陆观众有些不但是看娱乐 可能他追求很多东西的 大陆观众确实在看电影的时候的需求 比我认为啊 比香港观众的要复杂一点 复杂 香港观众啊 我觉得是是是最简单的 你让我高兴我就给你鼓掌 我就来买电影票 你别告诉我说你你让我到电影院里跟你一起去思考 门也没有 是吧 他压力很大呀 生活压力 他很累一天工作 大陆不行 那就大陆人呢 就说我除了要看 你你还得让我方方面面都得满足 嗯 所以就大陆观众比较贪 哈哈哈 就要的东西多嘛 导演先观众贪 对不对 有点多嘛 那导演呢就尽量给 给 对吧 就变得什么呢 只要是遇到贪的消费者了 那我们就尽量给 那在尽量给的过程中 一定有烂的东西嘛 对 而且这个尽量给之间呢 会打架 对啊 老实讲你像最近的这个 尽量给 三个大片 三个葛优不就尽量给了 对对对 再给就是尿了 对没了 你怎么呢 你喝醉档三部戏都葛优 就尽量给嘛 因为这个档机 观众需求他 那你就尽量给他 我是真的看这个三个这个大片啊 这个子弹的飞二和这个这个凯哥 就是这个这个肇事孤儿啊 我就感觉到啊 这个大陆的导演呢 背的这个责任呢 这个重 就说他这个给啊 老让我想起像古代三妻四妾的那个年代的那个老公 就他好像要照顾这么多的需求 而且这个需求可能有矛盾的互相都打架 但是他就必须把它融化在一个电影里 大陆导演啊 有一个问题 其实跟环境有关 大陆的环境有关 大陆导演呢 有很大部分 很大一部分人 是把名声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我拍了这部电影 我得有牛的名声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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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吧 叫好又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了一个跟电影本身没关系的事情 所以不光是观众摊呢 导演也摊 对啊 都摊导演也摊 所以呢就是 但是呢 你比如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真能够拍出几部好电影 他就真可能大卖 哎 你不摊你就 你得摊你才能有大呀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胆 对啊 你不摊就不行 他说这个 我还想起这个王 王王王导演 也也曾经说过 他观察大陆导演 他就说有的这个大陆导演 他我感觉跟我们香港导演不太一样 我们香港导演这个人生诉求啊 比较简单 对吧 就大陆导演他你看他就提到一个 他说号名 你你怎么看 香港导演对这个事怎么认知 香港导演我刚才说的 你把我把自己当成个艺术家 嗯嗯 香港导演也有啊 像王家慧 王家慧 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嗯 他可以十年拍一部电影就可以啊 也有也有 大家可以追求不同嘛 追求不同 那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我的追求就是拍娱乐电影 其实我跟王金也差不多 但是他王金当然他拍的东西 可能是叫过比较中下诚的观众 我拍的东西是家庭观众 嗯 都是同一个路线 那么如果一部电影 比如说你在大陆啊 这部电影票房好 甚至过了亿了 对吧 但是呢你听到的这个舆论界 很多都在骂 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当然要要要要要要 要有一点不开心啊 但是在看他骂的是什么东西 合不合理 要是合理的话 我们今天去改 那么希望鲨鱼鱼铺片 就可以可以有改进 嗯 但主要的是如果几部戏不卖 连干这行都难了 对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何岛刚才我打断你 你接你接着这个慷慨 没慷慨 我说因为大陆导演呢 他的他的目标啊 有一些导演啊 尤其是一些大导演 他的目标就是说 你只要出现一个六亿的票房 我一定要争一个七亿 明年就有人去争八亿 他的想法呢 跟香港导演不太一样 我理解 香港导演就是我的预算 和我市场能够赚的钱 你比如说我投了这么多钱 我上一部八千万啊 我赚了几千万 那我这部戏过了一个 我就很高兴 我可以庆功了 很高兴 他满 因为他是工业化生产 是长期这样 所以呢 他算的不是单部 能够创造多大的奇迹 他是这个整个这个产业 这么健康的良性的 这么不断的滚下去 这香港导演 他自己很平和在这个问题上 包括投资人 大陆的投资人有时候就贪 咱们说白了吧 就是一个摊子 说他能创造七亿 咱们今年投两个亿 创造一八亿票房子 给他们看看 我就觉得这就是大陆的 就是就是就是 有史以来形成的一种 大跃进的思路 不好 对产业没有好处 其实我们是希望产业的 好的是金字塔 街上就那么几部 我们希望整个的基座 电影的基座是宽大的 结实的 哎 就是中成本 中成本的电影 就是几两三千万 一两千万的成本的电影 能创造 很好票房 这种要有七八十部这样的电影 哎那中国电影才是很健康的 他们说今年中国电影啊 这个就是26部过亿票房的电影 有一部是进口片 还有盗梦空间什么的都包括了啊 占了全年这个过百亿票房的65%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不平衡的一个情况 那天我还听几个人在聊 我都不知道这你们行内的事 说你知道一年中国有多少部电影出来 说拍了五百部电影 我说啊 就怎么听说都没听说过 他说是啊你听说过吗 其实这是 但是我说这些人电影都在哪放呢 这个我其实是对对中国的这个这个电影的主管部分 我是有有意见的 就当初鼓励产量 其实电影有时候不是说数量决定质量 嗯不是 因为数量首先你要能拍四百部电影 你要有四百部优秀的四百个优秀的导演 去拍四百部电影有可能啊 把质量越做越好 因为我们说实话大陆挺可怜的 这个十三四亿人口这么一个国家 真正的说让观众啊有期待啊 可以说啊每年去期待一些导演来拍电影啊 区区十来个人 嗯 就说你一个亿的国民里面 才诞生一个有期待值的导电影导演 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那你产量不断的扩大以后就变成什么呢 把投资电影的很多资源啊浪费掉了 就拍完了不放就浪费嘛 拍完了不上画 就浪费到扔在片谷里了 那那些人为什么投资我不懂 那么这个五百部电影 据我所知只有百分之一百多部 一百多部上画 那其他的其他的一百多部上画 还包括什么的 就上一天的那种电影啊啊啊啊 一家戏院上了一天 或者就上午上一上卖一两百万票 往走人的那种电影 都都包括在这一百一十部电影里面 就能够上去年日 还有他们说是给中央六拍的电影 没有那那数字电影嘛 那就是给就叫电视电影啊 电视电影就是就是跟美国也有 他刚才说还有一种电影 咱都没想到 专门在长途大巴上放的电影 这个我头一次听听到了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导演协会嘛 我们做一个说导演的这个年度 每每一个导演的统计拍了什么 有一个导演一年拍了六部戏 了不起 我们说肯定不是 我们当时呢 就说这个要去查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怎么算这周期啊 算不过来你开发六个剧本 这个这个就你不停后期制作 你怎么能完成吗 后来说肯定是别人拍的挂他名 他可能拍了两部剩下都是挂名的啊 什么老板啊什么的 那后来发现他真拍了 一百多部两百万一部制作成本 专门卖给长途车 你想想 哎呀咱们就说你要说是南方这个这个公路封闭了 那你坐在大大车上不就看那些电影 所以中国电影市场繁荣啊 而且这个渠道都不赔钱都赚钱 到处都是电影院的 对 所以黄大言你好好加入大陆市场 哎但是黄大言我还有一个就是想问问你的啊 就是你昨天你看你都跟我们讲到 说当年香港的电影地位东方好莱坞啊 但是有点这个中心在偏移 那么现在作为一个香港这个导演 一方面他会心里有这个矛盾吗 就是他为香港人拍电影 还是为中国人拍电影 因为你对大陆拍电影新的市场 新的观众 甚至你都还在摸口味 有这种心态的这种失落或者转变 其实我们没有心态 刚才我跟和平导演也谈过这个问题 香港回归已经十多年了 其实我们现在不要急着去拍什么广产片 什么片啊 河派片啊 我们是拍的华语电影 这几年我们两地来合作非常愉快 其实我们也现在也是在学习 我们进入这个13亿人口的市场 也是不断的学习 刚才说了我们是过来的 因为他们要主场激励 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将来这个 要很多发挥的机会 这个市场现在一百亿 河派片也说了七百亿 几亿可待 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怎么可以放弃 好吧 其实香港啊 我觉得香港电影人特别的棒 我很佩服他们 所以他们自己也形容 形容他们自己是游牧民族 嗯嗯嗯嗯 了不起 游牧民族 就是香港电影环境不好了 他们会用很短的时间内 适应一个新的市场 然后为这个市场提供娱乐产品 和好的电影 我觉得这是香港人的这个这个 电影人的特别的伟大的地方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比如说香港啊 原来刚刚我们刚CPA 刚开始的时候啊 也走了一点弯路 你比如说都觉得大陆市场好 那我们能不能拍一点大陆的故事 后来包括徐安华导演拍的 都不太成功 回去又去拍香港电影 都很成功 大陆也好 你比如说尔中盛导演拍的什么 这个窃听风云 完全故事跟大陆没关系 完全用香港的观念去拍了 那么一部商业电影 大陆卖的很好啊 一个一票吧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 就都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那个点 我们都统在华语电影一个大的 这个环境里面一定会好 我老是我我我我曾经讲过一个 我在三连生活中看上看到 就是这个十月围城 十月围城 你看哈这个两地文化很微妙 就说一个香港导演 他在这个剧本里啊 有几句这个豪言壮语 比如说为了新中国 怎么怎么样哈 哎 反倒是香港导演觉得这个台词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呢是北京这边的制片方 跟他说说这个台词啊 在大陆会笑场的 对 你看没有 你没有一定 他们是 是觉得真心的 能够喊出那种话 他是真心的 对他觉得这不是什么 但是大陆有过去的政治背景 政治因素 没错 这是一种延续的 算政治文化吧 那就可能笑场了 所以我记着他们有的演员 就是在十月围城大陆演员 说那个台词啊 我真的念不出口 那个豪言壮语 不是那个台词比大陆的主旋律的主旋律 写的还主旋律的台词 说就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说 当然后来就做过修改嘛 我觉得其实会有这 就像这个百明导演讲的 会在合作中从不熟悉慢慢熟悉 因为香港电影 因为他投资很大 他又是一个商业的 他要求的是通过 你不能让我说审查不通过 把我这片子搁在库里这不行 所以他全力要保证电影审查通过 大陆呢可能去 我拍完了审查通过不通另外一件事 跟我没关系了 可能想法不一样 就因为香港的导演在这个大陆合拍片 你们对审查怎么看 最初的时候觉得有一些抗拒 觉得这个不行哪个不行 后来要慢慢明白 你进人家的地方 也尊重人家的这个权利嘛 你不能乱拍你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也慢慢适应 慢慢适应 其实发觉这个其实 我们拍的东西还是受 还是受的观众欢迎的 有些不通过的东西 就不能拍的东西 你暂时不拍嘛 对吧 哎呀香港同胞比咱们想的通啊 咱们弃下广告去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有时候啊 有些骗子啊 我们被剪掉的东西啊 其实你后来时间长了 你回去你想再拿回去 也未必多一个亿票房 对这个也是对 对吧 所以你就会觉得啊 这个审查制度 其实跟票房没有直接关系 这就跟我们台 我们台一个一个领导教育我的说 你相信我吧 没有什么节目是靠反动就能火的 这还真是 但是就话说回来啊 我对香港电影啊 是很有感情的 就像那天这个百明导演说的 而且整个香港人呢 是这样的一种华人 不伸手跟政府要一分钱 就是在这最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 而且创造华语电影的奇迹 从当年李小龙一直打到今天 而且呢 他也你说他商业吧 我最近看香港的电影啊 岁月深偷 看得我从头哭到尾啊 没有一部大陆的电影 能让我哭到这个一个程度 包括这个这个志明与春娇 这个也是很文艺片 他同样都拍得很好啊 所以这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 其实其实市场好了呀 电影才能多元 对市场不好啊 逼着投资人只能做娱乐的 赚钱的电影 因为他有生存嘛 嗯 市场好了 其他的空间就大了 其他空间大了 哎呀 那个戏赚了一个多亿 拿出一千万来拍个文艺片吧 嗯 想法不一样 财富改变人的想法 所以市场好了 是现在中国电影的最强喜事 对 咱们也祝这个百名导演 在咱们大陆 票房丰收 票房飘红 这样就能继续多拍电影 拍下去 这经典 经典